大世界话题 今天要带您来看的是美国矽谷 是如何让科技业人才又爱又恨 矽谷是全世界的科技重镇 是最高端的 最创新的 最棒的科技产业 总部一定要设在这里 如果我的总部设在矽谷 你出去做生意 大家都觉得哇你走路有风 感觉跟你做生意好像蛮棒的 因此呢高科技人才也都会把到矽谷工作 当成是他们的梦想 但是矽谷的高物价 高房价 高税率 让科技新贵即使到了这里工作 坐领高薪 但是他也只能过上最简朴的生活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矽谷美梦破碎 今天要带您来了解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美国矽谷了 大家对于矽谷当然非常清楚 最早最早 它就是生产半导体的矽晶片 所以叫矽谷 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谷 它更不是一个有范围的园区 它是一大片地区 它是在美国的这个加州 北加州的南湾 它横跨了大约将近十个城市的区域 很大哦 那矽谷呢 它有含金量非常高 每年呢在矽谷的产量 贡献美国的GDP超过了百分之十 你听得到的喊得出来的耳熟能香的超大公司 总部都在这里 比如说像是Apple 像是Facebook 像是Google 总部都在这里 那要在这里立足 真的不容易 很多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 这几年都往矽谷闯 你在这里才有机会 获得更多的人脉 更多的创投基金 但是要在这里生存下来 真的不容易 紧接着跟着我们的镜头到矽谷来看看 Facebook Google Tesla 全世界身价前几名的公司 总部都在矽谷 有人说很难计算出矽谷到底有多少间公司 因为在这个创业家天堂 每天都有新公司成立 也有公司搞闭 不少人打拼一辈子 就是希望能有机会 踏上这里 感受一下矽谷的魅力 即便只是咖啡厅也好 这些咖啡厅在矽谷非常的出名 不过它有名的原因 绝对不是因为咖啡特别好喝 而是因为在这边 非常多创业家都在这里 做功课 准备要创业 所以你有可能在你旁边 遇到你未来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贵人 每个人面对电脑 破坏着未来梦想的蓝图 但如果只是期待着 能与伯乐 不期而遇 这未免太被动 所以这家咖啡厅 不定期会举办 各式各样的创业意见分享 点杯咖啡就能免费参加 日程表就公布在一楼白板 感受戏骨无所不在的创客氛围 甚至随时 可能和大老板爬肩而过 有很多人在街上 昨年我工作在街上 我认识了Tim Cook 我婆婆 她是萝卜总监 萝卜总监 这位来自日本的Jay 今年已经39岁了 原本在日本开公司 专门负责营建方面的政府标案 但半年前她决定 只剩一人 要到戏谷闯一闯 我们可以认为很多激烈的人 Foolab的开始 和核心系统 机会要自己找 所以一有空 她就到附近的创投加速器拜访 不止在聊天过程中互相取经 更重要的是提自己的事业 寻求金主 为什么你的游戏 有很好的关系 对 我刚才介绍了 在最初 SARCAMP 是由五个技术科学院 从特朗普 这些投资 不是只给产品 而是给产品 所以 与他们与他们 有机会 与他们与他们的联系 真的重要 这一打算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如果在美国做不出成绩 就回日本 但一年的时间 要住哪 如果住饭店 以每晚五千台币房价来算 一年的居住成本 就要花掉一百八十三万 因此另一种特别的产业 就这样在细骨诞生 小姐姐细骨谈何容易 因为光是生活开销就对得吓人 不过他们现在衍生出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叫做co-living house 你在里面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是未来的大老板 小姐姐的房子的负责人 也是Startup Embassy这间公司的 共同创办员 他自然是一专家的建议 从西班牙 你旅行这里 你开始开工 你需要解决 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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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是只是室室 而是室室的室室 所以你知道 基本上有几个室室 所有的室室都共有室室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 所以有几个人躲在这里 每个房间用上下铺 把空间利用到极致 以床位为出租单位 一间能挤四到六人 每人以一个星期为单位 租金三百五十美金 是住饭店三分之一的价格 但可不是每个人 都有资格住进来 也就是说想入住 要先竞争 房子里的规划也都很细腹 我喜欢Airbnb 但是它是搜索 所以我会选择Twitter 对 对 我的层层是这里 这也是这里的房客 公共空间共享 有点像是住在学校宿舍的感觉 但除了省钱以外 住在这种室室室 最重要的是人脉 最重要的是人脉 所以现在我们在建议 库院的工作室 集合了世界各地的创业精英 所有最新潮最企特的创业点子 都在这里诞生 省钱建人脉找资金 他们在寸土寸金的矽谷角落里 等着实现 美国梦 在那里创业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大家都是缩衣结石 在那里等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你真的 在当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们来看看在当地 为什么会说矽谷居大不易 因为你在那里 你再高薪都不够用 矽谷是一个物价非常高 房价非常高 税负也非常重的地方 在美国其实每个州 他们的税负不太一样 矽谷应该算全美国 这个税负最重的地方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举例 你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们如果到矽谷去 可能会活不了 会赶快夹着尾巴 逃回故乡来 好我们举例 这个都是美金 如果你在矽谷 你是一个薪资 12万美金一年的人 也就是大概你一年 赚到新台币360万 一个月给你赚30万 很好了吧 如果在台湾 你可以过得非常优渥了 你可以买一个好房子 过得非常开心的生活 但是在矽谷 我们来这样算 你在矽谷当地 你赚这么多钱 一个月月薪30万的话 租房子 它那里的平均租金 一个月就要28万美金 一个月28万美金 一年 那另外我们看到税负 每年要缴6.9万 这也是美金 所以如果你赚12万美金 一年的话 你最后只剩下2.3万 大概和台币就是60万左右 要让你过一年 过一年 而且当地是物价非常高 那你说我想买一个房子 我科技新贵 我要买房子 房贷呢 你去买一个110万的房子 在当地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便宜 可能烂得要命的房子了 买房呢 110万美金 大概3000多万台币 房贷 房屋税 你有房子你就有房屋税 租房子还没有 税负一样6万9一个月 你最后 你入不敷出 你说我一个月可以赚30万 然后我在矽谷 我居然买个房子 买个破房子 在当地 入不敷出 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数字 在矽谷当地 他说你如果很穷 你低收入户 我给你买房的补贴 就很像我们青年低 首购贷款一样 你太可怜了 你要买房子 我给你补贴 我们来看他的标准 我刚才特别查 在台湾的低收入户的标准是 台币13000 你月薪台币13000以下 你可以有低收入户的补助 他们的低收入户是 一年年薪25万 这个是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不对 这是美金 美金750万年薪 然后和台币一年的 一个月的收入 有60万以上 月薪60万 被他们叫做低收入户 他可以去领 那个购房的一个 这个优惠贷款的补贴 会觉得戏骨人 天哪疯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那当地的房子有多贵 这个都是在当地总部的一些 这个房子 那刚提到了 戏骨是很大一个范围 苹果啊 Google啊 脸书都在这里设总部 那我们各自去查出了 在苹果总部附近的 房子的均价是 116万美金 大概能和台币 3300万左右 那Google附近的房子的平均 售价是台币 大概是3700万左右 差不多这样 那房贷的占比呢 都可能要占掉科技新贵 三成左右的月薪 所以他们即使要去买一个房子的话 他们的负担都非常非常重 所以呢 在矽谷当地就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怪异现象 我们来看在当地呢 有人说 他们真的要住很困难 租房子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买房子更不用提 那有一些在矽谷 可能他已经待了一阵子 又找不到好的工作机会的话 矽谷的人 这个战败的矽谷人怎么办呢 还有矽谷当地一些无业游民 他们怎么办 住哪里呢 饭店也很贵啊 所以他们这个 他们昵称有一个叫22号旅店 它不是旅店 它是一班公车 那这班公车呢 是在矽谷当地 唯一一班24小时营业的公车 它整个来回的路程很长 两个小时 24小时营业 所以呢 有很多人就把这一辆车 搭上去的那两小时 当成是它过夜的方式 在西湖这边呢 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Hotel 22 它并不是真的饭店 而是一班公车 但是因为这边的房价太贵了 所以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呢 他们会把这辆公车 22号公车当作饭店 晚上的时候会住上去 现在晚上的时间 十一点半 我们就到这辆公车上 带你去看看 车站早就已经聚集了 等着要上车的人 他们身旁大包小包 是全部家当 大家都是22号旅店的常客 在车站走一不小心 就要撞上这一位 把自己包成一颗球 忍不住睡意 已经先睡着的 露宿者 晚上11点36分 公车进站了 我们也一起排队 准备上车 四个人一起排队 就把它放进 就像测试机 不分昼夜 每个人车票是2.25美金 大概68块台币 虽然这是一辆 大众运输工具 但四个亚洲面孔在车上 立刻受到关注 车上的房客 有的人非常敏感 因为他们的家人 可能还不知道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矽谷这一带存活下来 很快地车上恢复了平静 没有等广播结束 车上的人早就睡着 22号公车 是矽谷这一带 唯一一辆24小时 引引了大众运输系统 从San Jose一路开到Palo Alto 整段路程大约一小时 成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一个短暂的避风港 你们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为了这一带 你怎么回事 这一带公车在冬天的时候 变成一栋暖房 很多人上车 就为了能够拥有 那一小时的温暖 那一小时的温暖 当然到了总站 也能再搭下一班 挨过一碗 花费不到十二美元 在这一带上 的对 we 你们这 knowledge Casperia 彼此品是屏幕中 Va wurden 不是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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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穿了 明天 明天 請去立正 到家庭 到家庭 明天 明天 一切 明天 所以 醒了 要叫醒这些睡翻的大爷可不容易 司机叫不醒的换成警察来清场 有的下车付不出车钱 能在车上耗上个十分钟 也是常有的事 最后警察索性逃出张钞票 帮这位先生付了车资 这些人下车后 在车站等待三十分钟 下一班车子到来 日复一日这个二十二号旅店 成了高房价戏谷最特殊的现象 到了早上 这班公车恢复了一般样貌 坐上车的人换成在矽谷工作的白领族 谁又会注意到 这些被遗落在车外 无家可归的二十二号旅店访客